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百年来 李伯爵因为购买高质量的新鲜血液逐渐耗光了家底 再过不久 他恐怕连每天一小杯血都喝不起了 不过他始终是贵族 绝不能因此就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一定要保持优雅从容 某晚 李伯爵在无意中发现了正在过生日的安娜 安娜身上散发出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李伯爵 李伯爵为了认识安娜 竟然以魔术师的身份参与了安娜的生日宴会 并借机与安娜各种亲近 谁知安娜的手上带有辟邪手势 李伯爵没注意这点险些暴露身份 还好跑得快 安娜的哥哥仁玉是黑道大佬 李伯爵的行为在他眼中纯粹是挑衅 若不是有重病在身 他早就对李伯爵动手了 为了证明自己饱到未老 仁玉打算拿手下使刀 顺便警告一下李伯爵 可谁知手下为了活命 竟然用孤儿乐乐来代替自己 李伯爵看不过眼 只好当众暴露身份 用法术将乐乐救下 仁玉本想命手下教训李伯爵 可却因为过于激动导致病情复发 只能先去医院 没过多久仁玉的手下就回到了这里 李伯爵刚才让仁玉颜面扫地 所以手下们必须得帮仁玉找回面子 可他们不知道 李伯爵根本就不是魔术师 之前用的是法术而非魔术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手下们就鼻青脸肿 既然正面不行 那就偷洗衣 乐乐为了保护李伯爵 不禁被踹到窗外 李伯爵原本可以救下乐乐 但没想到此时已经天亮 因为惧怕阳光的缘故 李伯爵没能救下乐乐 乐乐因此摔成重伤 安娜直到此时后 决定主动承担乐乐的手术费 可没想到乐乐和仁玉一样都是稀有血型 这种血型已经被仁玉包下 仁玉不开口 没有哪个医生感冒全家被砍的风险私自为乐乐书血 虽然仁玉的病无药可治 只能通过输血训命 但好死不如赖活着 仁玉绝对不会将血浪费在别人身上 不过在安娜的不断劝说下 仁玉最后还是贡献出了一包血 另一边 李伯爵为了报答乐乐 偷偷来到医院 将自己身体内的不老血输送给了乐乐 李伯爵的血与一般吸血鬼的血不一样 拥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特殊能力 管家曾劝过李伯爵卖血赚钱 但李伯爵担心此举会扰乱人类社会 所以没有答应 此时安娜刚好赶到 看到了李伯爵输血的这一幕 没过多久 乐乐身上的伤就全部消失 安娜了解了李伯爵的能力后 立刻将这件事告诉了仁玉 仁玉为了获得李伯爵身上的不老血 不惜乐乐作为人之妖血 安娜为了保护乐乐 只能亲自出面劝说 希望李伯爵能用自己的血救仁玉 但安娜不知道不老血不能随便给 不然李伯爵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书写带来的副作用也是不可逆的 管家很纳闷 您不希望她死掉的话 咬她一口 把她变成吸血鬼 这样不也能救她吗 可李伯爵却觉得当吸血鬼并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真的把乐乐变成吸血鬼 那简直是在害她 某天夜里李伯爵主动找到安娜 与安娜喝酒聊天 安娜趁此机会请求李伯爵 求她用血治好人欲 李伯爵知道人欲是坏人 但又不想看到安娜伤心 所以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 人欲因为等不及而改变计划 她打算强行把乐乐的血输到自己身上 等李伯爵感应到这一幕 并赶到医院时 乐乐已是宾死状态 紧接着手下们一拥而上 打算将李伯爵申请 幸好李伯爵还保留有一部分法力可以防身 在她的拼死保护下 乐乐被成功救出 可谁知这群手下很机灵 每过一会儿就找到了李伯爵 他们知道不能与李伯爵正面对抗 所以敢用摩托车战术消耗李伯爵的体力 李伯爵为了躲避他们没有注意看路 导致侮辱墓地 墓地里都是十字架 在这样的环境下 李伯爵使不出半点力气 只能束手就紧 运送过程中 李伯爵拼尽全力 向管家发出了求救信号 另一边 仁欲在面对安娜的询问时不断装傻 说李伯爵主动给她输完血后就走了 她也不知道李伯爵去了哪里 乐乐则被她以保护的名义藏了起来 经过一番交流安娜才知道 仁欲竟然是以贩毒起家的 原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建立在骨堆之上 仁欲为了防止安娜报警 只能将她软禁 虽然此时仁欲的病情康复 但她没有满足 还想让身体变得更好 得真李伯爵和乐乐还没死后 仁欲决定将他俩饲养起来 每天抽三升血 幸好安娜及时看出不对 偷偷找机会溜出了房间 在她的帮助下 李伯爵和乐乐恢复了自由 不过安娜的个人能力实在有限 李伯爵为了恢复法力 只能用最下侧 那就是稀食乐乐的鲜血 手下们不是对手 很快便败下阵来 可谁知 仁欲为了防止李伯爵逃出 早就准备好了对策 在强光灯的照射下 李伯爵只能任人鱼肉 幸好管家在关键时刻赶到 扔出了太阳镜 强光灯毕竟不是太阳 虽然能对李伯爵起效果 但李伯爵只要看不到 就能避免被影响 然而对方人多失重 李伯爵既要反抗 要救人 实在是分身乏术 最后乐乐不幸被乱枪打死 无奈之下 李伯爵只能将乐乐同化 以此保住乐乐的性命 仁欲想阻止 结果被咬了一口 由于情况紧急 李伯爵没能救下管家 只带走了安娜和乐乐 乐乐马上就会变成吸血鬼 而仁欲则更为严重 因为多种血液混合 她将会变成最凶狠的吸血鬼王 安娜无法接受李伯爵说的这些事 为了求证 她毅然返回了家中 仁欲虽然坏 但对安娜还算真心 即使发现安娜的血质量很高 她也没有因此对安娜下口 不过在安娜不小心弄伤手后 她还是忍不住冲上来吸了一口 吸完后 她又做出了一系列的古怪举动 安娜这下不得不怀疑 仁欲真的变成了吸血鬼 夜里管家突然来访 他警告安娜快动手 再不把仁欲盯死 他就会抛弃谨慎的人性 变成冷血无情的吸血鬼王 原来安娜的血能让吸血鬼 净化一个档次 等仁欲彻底抛弃人性 她就会为了净化 主动对安娜下手 由于管家不方便 所以这次行动 安娜只能独自执行 经过验证 安娜确认了仁欲吸血鬼的身份 但最后却因为过于紧张 导致行动失败 此时的人欲已经丧失人性 哪怕对方是妹妹 她也一样会下死手 安娜虽然有管家帮忙掩护 但仁欲实在太强 不管他们怎么躲 仁欲都能找到他们 惯性的是仁欲还没有进化 十字架勉强能对她起到效果 在管家的拼死掩护下 安娜成功逃出了这里 管家也是吸血鬼 吸她的血没啥意义 所以她再次活了下来 安娜在街上行逛时偶然发现 某家音像店正在播放 有关吸血鬼的电影 安娜本想通过询问客人 来了解吸血鬼的弱点 结果没想到 这位客人竟然是个色狼 他不但占了安娜的便宜 还说了一堆歪理 仁欲的力量来自于李伯爵 所以只要干掉李伯爵 仁欲就会跟着死去 客人见李伯爵不在 便想拿乐乐开刀 幸好李伯爵及时赶到 杀了我也救不了你哥哥 虽然客人有十字架护体 但乐乐未成年 未成年的吸血鬼不怕十字架 就在客人被乐乐追杀之际 仁欲赶到了这里 他及时乐乐后 用乐乐做诱饵引开了李伯爵 然后趁机对安娜下手 关键时刻 客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用自己的驱魔道具 成功救下了安娜 安娜得以带着李伯爵 躲进坑道内 为了战胜仁欲 安娜决定牺牲 快吸我的血 完成救济进化 不行 我吸了你 你就会变成吸血鬼 不吸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无奈之下 李伯爵只能按照安娜的要求 吸食他的鲜血 最后李伯爵完成了救济进化 他的战力因此暴涨 对付仁欲这种级别的 他能一个打十个 可谁知 因为吸过安娜的血 仁欲在冰死之际 也完成了救济进化 如今李伯爵已无力战胜人欲 所以只能用最坏的办法 带着人欲一起接触阳光 与他同归于尽 就在安娜伤感之际 李伯爵既因为他的纯善之类 而复活变成了人类 李伯爵的血脉一断 安娜就不会变成吸血鬼 乐乐也能恢复成人类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